早上踩著Bug 2015 深夏鞋盤閃亮登場 恭喜詩宇到董台市中央 讓在場的媒體朋友們能夠 對 我再講一次招呼 大家的媒體朋友 大家不要亂呼 大家好 今天有點害羞齁 有點害羞 有點緊張 真的 非常的恭喜詩宇 但是呢 我們也趁著這樣來的機會 對不對 我覺得我喜歡在森林陽光 穿著襪子 然後去海邊看著三重 跟 所以 因為衝浪會有點寂寞嗎 總是要兩個人一起衝浪 還有愛的感覺 好 請問我們看一下左邊好嗎 跟左邊這邊 一樣呈現出度假風情的感覺 首先恭喜你訂婚了嘛對不對 要被求婚成功 要不要講一下被求婚的過程感動嗎 分享一下喜悅 呃 謝謝 謝謝大家的祝福 然後 呃 對 那個過程是怎麼樣啊 當時的驚醒 要不要描述一下 分享一下 呃 媽媽媽還有就是 我三里會 可能晚上吃飯 這樣子 那天中午就是 呃 包括就是很多 呃 好友 就是很 呃 close一些就是 最好的朋友 呃 他們好像都 就是計畫了很久 這一個驚喜的 party 對 然後 那天中午的時候 我覺得 呃 我們有去 呃 我家的屋頂上面 然後 我就是很 驚訝 因為一走到房間 我爸爸也在 然後 然後 Fanny的父母親也在 我媽媽也在 就是 所有的朋友都在 然後我就 嚇一跳就 啊 然後我就說 你們都騙我 都 瞞了我很久的時候 呃 非常開心 對 就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當下桑米說了什麼嗎 嗯 她說了好多 最感動的 最感動的 對 妳覺得印象最深刻 最讓你感動的 讓你大意的那一句 其實覺得她好像 呃 說了很多 我之前跟她說過的話 也是 嗯 可是最讓我感動 我覺得 每一句話 她都讓我非常的感動 嗯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 她說 她說 嗯 不好意思 嗯 讓我最 印象深刻的話 就是 她說 嗯 這次我們 嗯 就是 讓彼此對方 就是又相信緣分 嗯 這件事情 然後 她說就是 嗯 就是 翻譯成中文 對不對 但是她說就是 不管是在這個 生命裡面 或者是下生命 她說不管我在哪一個地方 她都會找到我 嗯 對 所以就是很永遠的一個 畫 所以我 所以妳哭了嗎 有 妳哭了 對 當初 非常感動 欸這樣講還是有一點 還是有感動 還是非常感動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看到她的眼神 而且我覺得就是認識她那麼久了 很開心 所以當時啊 因為曾經分手 又再附和 然後現在選擇 願意嫁給她 所以妳喜歡 Sunny的哪裡呢 我覺得 我都喜歡 我覺得她 是非常陽光的一個男人 然後 她 嗯 很值得信任 而且我很喜歡她的自信 還有就是她 做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肯定 她很有自己的夢想 然後我覺得她做事都很認真 所以就是我覺得 而且她也非常就是 我們 呃 有聊不完的話 然後兩個人也有就是 很多 啊 共同的一些 呃 就是喜歡做的事情 像運動啊 游泳 從 去孩子 當天定位 她怎麼幫妳戴上戒指 試試看過 呃 戒指是要設計嗎 呃 對 戒指是呃 尊自己設計的 然後那天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 回想到那個畫面 因為我那時候 非常的感動 所以 其實我整個 呃 那天的狀況 都是 只是在看她的眼神 還有 聽她說的話 所以 呃 她好像就是 說完她 呃 想要對我說的一些話 然後 糾紋的時候 呃 她就是 就是 我答應了之後 呃 很多朋友都說 應該讓她等一下 就是 對 可以讓她緊張一下 可是我說 沒有 我是非常肯定的 所以 我就馬上就說 然後 oh yeah 對 然後後面她就 呃 就幫我帶上街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 讓很多的女生 說很羨慕 你覺得 你是一個很幸運的女孩 因為他們說 妳是台灣第一帥 妳自己對這些話 給那些女生 有什麼話說嗎 嗯 我 我 我本身就覺得 就是自己是一個 非常幸運的 一位 女生 就是 管是 家庭 然後還有就是 現在這一段 我覺得就是自己是 非常幸運 然後 我就是祝福所有就是 就是 天下的女人 就是 每個人都非常的美麗 而且 我希望就是每個人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對象 然後 嗯 我覺得就是 嗯 我寫一段歌詞 就是說 就是 我從小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都一直說 就是在未來 會有一個人等妳 那 我現在就是 完全是百分之一百相信 這一句話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對每一個女生 就是 就是 要相信自己的自信 然後 真的未來有一個人 是在等妳的 所以婚禮法時候會 會辦在哪裏 時間表現嗎 我們現在就是 雙方的家人 都在計畫當中 預計是哪時候 有想法嗎 現在 目前 還在計畫 對 所以可能就是想要尊重 所以婚後會 會改變 自己目前生活的習慣嗎 不會 我覺得 我覺得我一直 從八歲的時候 就很希望可以唱歌 然後有唱歌的夢想 然後 我 希望就是可以一直 可以 就是做 創作就是 非常好聽的歌給大家 然後粉絲 還有 非常支持 我三女的工作 嗯 因為在instagram上 他的po文啊 都很浪漫 對妳說的話 那他平常就是 說話就這麼浪漫 文筆就這麼好嗎 嗯 他是一個 很浪漫的人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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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